大家知道我在YouTube上曾經有一支是熱門影片 就是教你如何洗頭 也非常多人透過這支影片認識了我 太多人不知道要成為分享者才能往上爬 還以為就是要在老闆面前做很多功勞 我告訴你老闆也只看那些分享者 嗨大家好我是志遠 嗨我是利夫 那因為上一次影片就是有聊到 我好像有跟大家說你要成為分享者 要怎麼樣成為分享者 就是如果要怎麼樣從吸收者成為分享者的旅程 手心向上變手心向下這個概念 對對對 一個是要的嘛 向下就是幫別人 OK沒錯今天要聊的話題就是這個 什麼叫做分享者 就是我想把我知道的一切跟好的跟你說 所以我會找盡各種方法 讓你溝通 讓你懂 讓你懂 我不是找一個人聽我說 很多時候你要成為分享者 但你要注意一點就是 你是否讓對方成為了傾聽者 就是他是吸收者 不代表他是傾聽者 就是我並不是逼他 讓他接受我全部的內容 而是我想告訴他什麼事情 所以我在分享跟表達的時候 我是會觀察他的表情 眼神 即便是一個普通的聊天 我都會去注意這件事情 因為這件事對我來講很重要 因為我需要 我想要確認他有沒有收到我想要給的訊息 到底有沒有聽懂 我覺得你要成為一個優秀分享者 必須你要察言觀色 然後讓對方 接收訊息 對 不是讓對方成為一個垃圾桶 因為如果對方真的成為一個傾聽者的時候 你們就變聊天了 訴苦 對對對 訴苦 訴苦不是一個沒有能量 有的時候 有的時候你跟朋友去聊天 然後他把你當垃圾桶 其實就是這種感覺 我個人是 沒有很喜歡當人家垃圾桶 你有喜歡當人家垃圾桶 我覺得我時間蠻寶貴的 因為當人家垃圾桶很 我不知道你們喜不喜歡 但是我知道能當人家垃圾桶 才能成為別人的好朋友 我知道 但是當垃圾桶的時候 真的很沉重 很煩 然後也 就是 垃圾桶就是沒有要解決事情 對 單純聽而已 對對對 我只能當我另一半的垃圾桶 對對我也是 我也是 我覺得我能當另一半的垃圾桶 但是平常的友情啊 工作我都 我都不想 我覺得 除了你那種吸收的經驗啊 閱讀啊 什麼樣都要夠多以外 資訊要夠多以外 我覺得還有一個重點 是你要練習 怎麼樣跟人家分享 就是你的表達 不管是你是用講的 還是透過文字啊 透過畫面等等 你都要需要練習 不然很容易 你以為你有 這個訊息 你很想要傳遞出去 但是別人給不到 懂 好像是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最大的衝突點就在這裡 就是我 從頭到尾我都用 我坐在下面 我用聽的 我用看的 我自己思考而已 但我不用去思考到 我怎麼樣把這個東西輸出 表達出去 其實有時候也不一定很會講話啊 我覺得文字也是一種 對 對 打字嘛 限動 限動啊 打字啊 然後 我比較覺得是要 習慣跟勇於去做這件事情 因為如果你真的都用想的 我覺得 沒有辦法 你說要練習 我覺得要練習 在職場裡面 比較常見的就是 對下屬 同才 那如果他是 最下屬 最 基層 基層的話 我覺得他可以是 把自己的工作 跟自己的朋友分享 不是丟垃圾的那種角度 是 我在我的工作上遇到一個什麼 很有趣的挑戰 我在我的工作上 最近的 最近又遇見了一個什麼人 可能我們以前 從來沒有遇過的事情 對啊 成為分享者 會讓你成為有趣的人 嗯 而且會讓 身邊的人 對你比較有好奇心 嗯 比較 比較想跟你聊天吧 我覺得這個就 差滿多 對不對 因為你有一些新知識啊 有一些新知識 其實我有發現 你有一個習慣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注意到 我沒注意吧 你先等我講吧 你都知道 我沒注意 我不太會注意自己的習慣 OK 其實我會有發現 你跟客人在講的話題 就會是你最近的那一場講座 對 喔 你會往這個方向去講 然後這個過程中 你也同時在激盪自己 欸 有沒有更好的說法 或者是別人有沒有給你一些 你沒有想到的回饋 嗯 然後等你這個東西 欸已經 因為我們每天見面最多 除了同事以外 對 那個時期其實就是顧客 對 一天可能十幾個 那你就講了十幾次 你就是練習了十次的概念 對 對 然後到那一天真的開始 你上台講的時候 那個版本是最完美的 喔 然後我又越講越堅定 對不對 對對對 因為我已經分享過數十萬遍 這個是你故意的習慣嗎 沒有 我沒有 那就是我不小心無意間發現了 我純粹想聊比較近的話題 得到新知識之後 第一時間 給大家一個小技巧 第一時間在IG上按下那個分享 傳給跟他最靠近的人 比如說我每次看到什麼文宣 我都會趕快傳給 我們的那個社群的平面他們 我說哇 這很厲害這很好看 我昨天去買衣服 然後我就看到 就是他們有一個 服裝的招募 拍了一組照片 然後join us 那種加入 然後馬上傳 傳給我們的視覺 說我們拍這個 這樣很好看 就是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的動作 那其實我根本就不管他覺得好不好看 因為我覺得好看啊 那我跟你分享了嘛 那如果 不採納也沒關係啊 就是 其實分享也是 訓練自己的提案能力 所以 真的真的 不要害怕 而且一定要成為分享者 你在這個社會上 才會持續的往上爬 各行各業都適用 應該是啦 各行各業都適用 因為真的很 太多人不知道 要成為分享者才能往上爬 他以為就是要在老闆面前做很多功道 我告訴你 老闆也只看那些分享者 因為他有在分享 老闆就想拼想看 他也好奇 哇 這個人 這麼有想法 就是透過你 你發出來這些東西 去理解你目前的狀態到哪裡 沒錯 你分享的內容 也決定你的 想要追求的那個東西 比如說我最近喜歡芒果醬 然後他是一個樂團 然後我就跟史蒂布 在前幾天的時候我就跟他說 剛才我最近聽的這個很厲害 然後我就會開始跟他說 他是不是誰 然後我說因為他歌詞寫得很好 寫得很簡單 那我就會 在想 我覺得我的聊天方法就是 或許他對於樂團 不一定很感到興趣 但你應該會對於年輕人 要怎麼樣去POMO 他自己喜愛的東西有興趣 就是我會試著從不同的切角 讓他了解這個樂團的誕生 我會跟史蒂布這樣講 我覺得芒果醬的音樂 還是讓人有一種青春的感覺 對於我們這種 我還記得他第一次跟我講 這個團名說 蛤 有烏梅紫醬現在還有芒果醬 沒錯 然後 但是我現在就是會 還有跟人家講說 芒果醬你看他們衣服都穿橘色的 OK 就如果是穿搭型的人 我覺得我會盡量的去尋找切點 然後今天剛剛好我就發現 啊 金曲獎入圍了 你看 你看 很準 很會挑就對了 眼光很準 我們在錄影的今天芒果醬入圍了 金曲獎最佳新人 然後我就跟史蒂布說 你看 你看 是不是 是不是一個現在這個時代中重要的樂團誕生了 然後年輕人也愛 金曲獎 即將變成一個現象級 對 然後我們那時候我就前幾天就跟他說 我們應該要贊助芒果醬法翔 我們要支持他 我們要支持一個獨立 支持一個正在起步的人 讓他變成一個更完整更完美的樣子 入圍了 我私訊了 我私訊 我私訊芒果醬的經紀人 那如果 不小心你有看到這個影片的話 我最近真的真的真的 很喜歡你們 而且我真的每一首歌 我都聽很多次 我很少這樣 你這中間有用了什麼小技巧嗎 你用了很多舉例嗎 還是 應該說我會很怕別人 對我講的話不感興趣 那他就失去了這個 對於芒果醬的 怎麼講 你就沒辦法了解喜歡芒果醬 那我等一下要把他推 還是你是怕他死在你的嘴裡 沒有 我要把他推 講的不夠好 他死在我的嘴裡 我覺得分享者也是這樣 分享者其實就是一個推銷者 我要把我的喜好推銷給你 試著你也跟我達到一樣的共感 那我就會從各種不同的角色 譬如說 如果我看見有一個人社群很嚴重的人 譬如說 假設某一個同事很愛看YouTube 很愛看社群的人 我就會跟他說 看你看這個樂團 你知道他怎麼哄的嗎 他被哈哈才採訪我 因為他第一次哄的時候 就被哈哈才採訪 然後他就說 我要成為最厲害的樂團 然後大家就開始follow他 我就會從這個切剿 那如果他是一個聽團仔 我就說 他今年有上大港 就是我會試著找出那一個人 我會先觀察這個人的喜好 然後找出一個切點 然後切進去 確定要把他這道門稍微打開一點點 我才能繼續跟他聊下去 讓他更容易產生共鳴以外 還要引起他的興趣 起碼不要完全沒有興趣 那我自己也聽過很多人在跟我講說 哪個樂團很屌幹嘛 其實很多人就跟我說 我看他美秀現在 美秀是很屌 美秀又很屌 就這樣 然後我就會 我沒有辦法理解他 這個東西打不到你的心 打不到 所以 作為分享者 要去打動人家的心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我覺得要啊 不然怎麼叫分享 因為你就變強迫者 那你跟你媽媽有什麼差別 喔 你這個舉例很棒 對不對 跟你媽媽有差別 如果你沒辦法 如果你沒有辦法走到別人的心臟 然後沒辦法達到別人的共感 其實你跟你爸爸媽媽在客廳 摸摸的內容 是一樣的啊 所以茶言觀色可能是 分享者的一個 共同的特徵嘛 對對對 但我們現在討論的前提都是 你已經準備好有東西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你已經有知識 有內容 有能量 對你有能量 你想要有東西跟人家分享 那其實 很多事物是可以分享 你的愛情觀 那幫大家做一些整理好了 你的社會價值觀 你的購買東西的價值觀 你的愛情觀 還是你喜歡吃什麼喝什麼玩什麼穿什麼 其實都是 說真的 YouTuber不就是一場很大的分享者 說到這個 我前幾天遇到一個 我覺得很不錯的分享者 就是那個威力執行長 他前面有剪頭髮 然後 他是超級分享者 對 他是超級分享者 大家可以去看威力執行長的頻道 很好看 他的 我幫他剪頭髮的過程 我們會小聊一下 但是他一直在跟我強調一個東西 他在這個剪頭髮短短的30分鐘的過程 他就把一些觀念帶給我 或者是分享給我 威力執行長的聊天有一個習慣 但這是我的觀察 因為我也幫他用過頭髮 你們也拍過幾次影片 我也拍過影片 然後我也幫他用過頭髮 威力執行長 我自己覺得他聊天的習慣就是 傾聽 然後再幫你整理 然後再加 在你整理的內容肯定你 肯定之後再加上自己的想法 回饋給你 我覺得你說的很對 因為你這樣做很好 那如果怎麼樣怎樣 就是他會把你這個內容 再包裝一個糖衣 再一併還給你 這個是一個最舒服的狀態 對 他的反饋給你的意見 就是是有加一點點分數的 但是我坦白講 我自己是一個很直 因為我是那種反饋別人 不一定會把你的內容反饋給別人 我就直接給別人 覺得不好就不好 如果我真的很想要你進步的話 我就會想要給你直接的內容 直接的答案 因為我越淺交的朋友 我越講好聽話 確實 因為我覺得講 因為我講好聽話的過程裡面 我會覺得他很舒服 那我們的對話就很舒服 但是如果你們不夠熟的狀態 你也不用太直接 是因為我沒有必要 在我們這麼不熟的狀態 我還要傷害你一次 對 而且 我說實在 我也沒有想要浪費那些腦袋跟思考 確實是 對 我跟你又不熟 剛剛說的那個回饋技巧 他是需要你還要先整理 要吧 對 我覺得威力是會整理的 對 有嗎 有事他聊天是這種感覺 講話比較慢就是在偷整理 他講話應該本來就慢了啦 好怕 威力講話應該本來就慢了吧 希望威力有看到這一句 威力應該講話本來就慢了吧 但成為分享者 就是無論你在 這個社會上真的很重要 就是說你不當網紅 不是 很多人都以為當上個YouTuber 才要學會我們講話 但是其實不是 就是你要成為一個創業者 然後你要成為一個 法行師 成為基層的員工 都要啊 勾完 在於跟人家溝通就需要 我覺得 我覺得溝通 只會讓你的工作變得順利 但分享者 會讓你在這個社會地位往上爬 而且得到更多 我覺得肯定是 因為那天我在跟 就是我們公司的一個剪輯師 我就在跟他說 我就傳了一個影片 然後我就跟他說 這影片剪得很好看 他說有耶 這個下次我們的課程 好像可以這樣剪 他就提了一個東西 我就說 那你要傳給史蒂夫看嗎 他就說 可是他沒追蹤我 他知道我這什麼 我說那你就傳給他 他就知道了 然後他就說 要嗎 會不會太突然 就是很多人在這裡就 斷掉了 斷掉了 我說怎麼會 我們都同事他還覺得太突然 這年輕人在想 就是他們會覺得 會很貌似嗎 但你知道嗎 我當時跟他說 你什麼都不給 什麼都不講 放在你心裡才貌似耶 我反而會覺得 你是一個沒有想法的 對啊 但其實他當天就提出說 我覺得我們可以這樣講 而且人物再縮小一點 可以再怎樣 就是他是有 一個idea 那我跟他說 你跟史蒂夫講啊 就算這個提案跟內容 不夠好 但別人會知道 你有想法吧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我一定在這裡 雖然今天是在聊 怎麼成為分享的 但這裡一定要教大家一個 職場攀升的小秘技 真的大家務必收藏好這裡 不管你在公司做任何職位 任何角色 定期的分享 人家會記得你分享的東西 會忽略你事情有沒有做到完美 我不想這樣教你 但這個社會的黃金法則是這樣 比如說 我今天是剪輯影片 我可能剪了五支影片跟史蒂夫 史蒂夫都沒有很滿意 可是 當我每一個禮拜都會傳說 我覺得他剪得很好 他剪得好 我們下次可以這樣 你是不是就會覺得 其實我很用心 我覺得這是一個 他本身也想要知道 怎麼樣做得更好 然後再調整這個過程 我自己會幫他解釋 對 你會幫我勞補 我會幫他解釋 那你成為我的主管 你有沒有就覺得 我其實是可造之產 上進的年輕人 沒錯 其實你真的超級認真的 然後結果你是一個隱形的人 結果 怎麼講 就沒有人發現你的存在 那你在工作上就白幹了 我覺得有一些人 之所以不敢從 接收的人變成分享的人 是因為他可能覺得我所有接收的東西 或者是我擅長的東西 都不足以拿出來談 不足掛詞 不足掛詞 跟別人比較起來 我可能就是那個 實之無畏 氣之可惜的內容這樣 這怎麼辦 這問題怎麼辦 可是真的是嗎 你可以找比自己弱的啊 我覺得包括上現在 我們拉回來到我們這個產業 很多設計師 剛身上去不敢PO那些作品 也是這樣覺得 現場市場上 已經有這麼多厲害的設計師了 我怎麼敢PO出去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你如果要成為一個分享者 大家一定要謹記著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 向下是分享 向上是求知 就是 我們永遠都在這個社會的上與下之間 不管你的地位在哪 就算我今天成為了老闆 我今天是法郎老闆 而我的向上會是誰呢 是曼都的老闆 同等級 但地位比我高 那向下有更多的法音是能分享 就是你的上與下 你就很清楚的 能知道 你要得到什麼 或分享什麼 而且其實就算是向上也能分享 他那麼忙 他不知道那個 芒果香入味金去醬 不同的面相 對對對 但是大家一定要記得 就是 其實有非常多人 非常多人是可以 讓你們分享 大家知道我在YouTube上 曾經有一支是熱門影片 就是教你如何洗頭 難道我這份分享很難嗎 確實 你這個影片就是 讓所有人打破這個認知的問題 對 其實我們分享的東西是很簡單 很簡單的東西 但我提供了我認為的知識 知識是有可能被未來的科學推翻 我不確定當時我的想法是不是對的 但我分享了我的想法 也得到了好的共鳴 也非常多人透過這支影片認識了我 所以我自己覺得 就是分享這件事情 並不用去害怕別人對你的看法 當你有害怕別人對你的看法的時候 你的本質不是為了分享 你是為了得到肯定 嗯 對啊 那這也是一個華人社會 難免會遇到的東西 就是當我們與別人分享東西的時候 並不是為了得到肯定 甚至是我更期待我跟你分享的時候 我能得到更大的反饋 讓成就自己成為一個更好的人 這件事情是更值得重要的 那重點來 讓你分享也要有中心思想跟價值 就你不可能發一個作品 就真的隨便亂發 我也不知道我在剪什麼 我也不知道我在做什麼 那就代表你還沒有東西可以分享 對 所以大家要成為一個分享者的話 一定要切記 就是你的分享並不是為了 就是讓別人打分數 好 希望大家 希望這集有幫助到大家都能成為一個 好的分享者 那先把嘴巴張開 嘴巴張不開就發現到 答字 就是不要覺得麻煩 那不要收回 講完就算了 那或許講完 有人給你一些指教跟修正 OK啊 下次再來 下次不就變更好了嗎 你就會有更多的觀點 好 就這樣吧 拜拜